第一眼看到轩芳 你几乎无法想象 她是一个罹患过恶性骨肿瘤的女孩 活泼开朗的个性 不时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 陈轩芳就像是个阳光女孩 因为她每天就是这样很开心啊 然后好像就无忧无虑的 然后每天都非常有憧憬 走路都很快 如果她爬楼梯的时候 你跟在她后面的话 会觉得有一阵风 轩芳不只是走路有风 热爱国术的她 打起拳来更是虎虎伸风 一直到她生病 刚生病完的时候 因为一开始可能不太能练习 但她也蛮沮丧的 但她就不放弃啊 就爱生命啊 谁也没想到 在命运的中弄下 陈轩芳在她大三 也是大学生活最活药的时候 罹患了恶性骨肿瘤 因为接受西医的化疗 使得轩芳的头发都掉光了 但是膝盖上的肿瘤 却是越来越大 由于对西医日渐失去了信心 轩芳决定要逃离医院 一次又一次又看到身旁 跟我的一样病的年轻人 动完手术然后转移 然后再动手术再转移 就是好像一个 永无休止的那种 的战争这样子 中医他们给我的治疗 正是我 就是梦想中的那一种 比较人性化医疗 那慢慢开始 我就恢复以前的乐观 她好像是一个斗士 在打一场仗 我就记得跟她爸爸讲 其实应该尊重轩芳自己的决定 就是她的人生 那她选择做什么样的治疗 那她既然有这样决心 我相信她会全力以赴 我会比较想把它解释成一个成年理 因为刚好是在20岁的那一年 刚好成年拿到选举权 就没有办法投票那时候 我觉得是可以把它看作上天 对我的一项考验吧 因为相信自己的选择 陈轩芳战胜了病魔 获得重生的她 想告诉所有生病的朋友 罹患癌症不等于宣判死刑 而且我们也从第三届的得主 来颁这个奖的意思 魏神父代表我们第三届的得主的传承的意思 传给第四届的得主 由轩芳来代表 真的是非常的高兴 我想魏神父你可以讲两句话 各位伟友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晚安 已经很晚吧 那我是昨天就开始认识轩芳 马上就感觉到她充满活力 这个看得出来 可是我最佩服她的一个理由 是因为她充满活力 可是她妈妈在这部VCR当中 说我觉得蛮有意义的一句话 她做了她自己的决定 其实我是觉得 神父当中最困难的 是做自己的决定 我一大部分的话 是做决定 是因为有社会的压力 环境的压力 或是我们的心 比较复杂 就不知道怎么样做决定 最后随便做决定 所以以平行的态度 以不求回报的态度 做决定的决定 真的是很困难 经常我有年轻人来叫我说 神父 我应该做什么 为他们是碰到一个工作的问题 家庭问题等等 我从来不要回答这样的问题 可是会与他们分析 为了想看看他们最深刻的理由 最深刻的希望在哪里 那环境她有这个能力 她就可以做她最终的决定 所以我是希望她可以发这个精神 在她的旁边 帮助她所碰到的人 做自己的决定 谢谢顺风 其实肿瘤对我来讲 就像人生的第一个大逆境 那我也在这里要告诉所有的朋友 在面对人生的逆境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是 你要能够静下心来 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然后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去迎接面前的挑战 当然生命总是有许多的变化球 我们不求每一个都能够接得非常精准 非常好 但是我们要能够有信心 在平常做好了这种 积极乐观的心理准备 能够在每一次变化球 像你丢过来的时候 尽你的权利稳稳地接住它 然后最后呢就是希望 大家都能够把自己的生命 发挥到极致 把你生命的光和热 传递给别人 谢谢